12月4日,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正式投运 中国最后一个地级行政区域正式接入国家大电网 结束了阿里电网孤网运行的历史 阿里联网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易建山介绍 阿里联网工程从开工到投运仅用14个月 创造了电力建设的奇迹 同时,在工程施工过程中 积极开展技术创新,攻克技术难关 有效降低了施工对高原湿地环境的影响 当日,记者从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获悉 阿里联网工程于2019年9月开建 总投资74亿元人民币 工程起于西藏日喀泽市桑珠兹区 指于阿里地区格尔县 输电线路总长1689公里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 运居最远的500千伏输变电工程 此外,阿里联网工程建成投运 解决和改善工程沿线16个县38万农牧民的安全可靠用电问题 西藏也由此迈入了主电网 覆盖全区7市地74个县区的统一电网新时代